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Gimansh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 很多朋友都想更多认识法律常识 我们经常请到欧律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今天跟他的太太Sammi 两个一起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就會跟我們說說非居民的地產法律 以及他們怎樣可以獲得銀行的貸款 你好 阿律師 你好 阿律師 你好 阿律師 阿律師 首先跟我們說說 其實怎樣為止是非居民 我可以很簡單分開兩種 第一種就是本身是加拿大居民 但是或者回到中國 或者一段時間去工作 處理了例如六個月 加拿大法律就說 如果是少於182天182天 在加拿大沒有住過 就叫做不是加拿大居民 而是非居民 第二種就是沒試過來加拿大的 在中國一輩子 那些都是非居民 都未移民 一定沒有在加拿大居民 那些是非居民 其實非居民在加拿大買地產物業 跟居民有甚麼最大的不同 當然在稅上會有一個分享 即是如果是買進去的那一陣 就沒有問題 當它是賣出來的物業那一陣 有一個叫做25% hold back,hold tax 當它是給加拿大稅之後 那些錢25%就可以放了 但在那段時間 就要等到稅務局那裡承認 另外一個叫做tax certificate clearance certificate 才可以放到25% 即有這些詳細的細節 其實很多人想知道 如果非居民 當然他們買了地產物業 但他們可不可以拿這個mortgage 不如我們問問問Sami Sami如果非居民 那他們在加拿大買這個地產物業 他們可不可以有資格去申請這個貸款呢 對的我們RBC 對非居民的申請貸款的政策 還是相當優惠的 作為非居民來講的話 我們是需要35%的首付 然後我們另外還要看一下它 因為非居民是在加拿大沒有證任何收入的 那我們需要看一下 比如說中國的 它那邊的收入證明 可以有一封雇主信 還有銀行的流水單 這都可以足以證明它的收入 另外呢 我們所有的貸款申請人 我們都是要看一下它的信用紀錄的 但是非居民在這邊是沒有任何信用紀錄的 那我們就需要看一下 它國內銀行出的一封介紹信 就是reference letter 可以證明它的還貸紀錄是非常相當良好的 那有沒有比如說有個什麼數據 比如說他們收入要有多少 或者是財產要有多少 才可以有資格拿這個貸款嗎 對一般來講 就主要大概來講的話 如果申請人他在國內也沒有任何的貸款 就是他底下名字是沒有任何的debt 那麼基本上它收入的話呢 乘以四到五倍的話是可以貸到 這邊的貸款的 但一般來講中國來的收入的話呢 我們是會打一個小小的折扣的 一般來講應該是打個九折的 所以比如說在中國 比如說等於掙加拿大十萬 那麼來到這邊就等於變成九萬塊 這樣子 然後在九萬塊的基礎上 我們去再計算它能負擔多少錢的貸款 這樣子 比如說你舉個例子 他要拿十萬的貸款 那他的收入就等於要有 要拿十萬的貸款 那麼收入的話呢 可能需要兩萬塊錢左右 就等同這年收入了 等同加幣兩萬塊錢左右 那麼他真正的收入可能要變成兩萬多一點 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打一個九折 那麼一般來講 十萬塊錢貸款在多倫多還是很難找到的 這個房子都已經太貴了 一個例子而已 它就收入了四五倍嗎 對 是這樣子 一般四到五倍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迫使更多一點 但作為非居民來講的話 每個銀行它都是很小心的 它還是有一個上限的額度 那麼case by case 對 這樣 那如果他這個8月他不在加拿大 那他那個手續怎麼辦呢 如果這樣子他不在加拿大 其實我們現在RBC銀行也非常的flexible 我們在北京呢就有設置一個辦事處 其實顧客呢可以拿他們的證件 比如說護照啊身份證啊 去北京辦事處開一個deported only這樣的一個賬號 然後呢他們比如說如果有機會來到加拿大 這個賬號是可以激活 在加拿大也是同樣可以用的 就是我們很多簽mortgage的文件的話呢 都是其實可以通過掃描的形式 就是發給我們的 我們是不需要本人的坐在我面前簽一下文件 然後呢我們就其實文件來講 也就是兩到三份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大部分的文件呢都是要給律師這邊簽 對是這樣的 那如果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他們不住在加拿大 他們可以過來旅行 然後可以在這邊再開一個付款 對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最好最好 其實我們非常希望他35%的首付 在我們申請前的30天都已經打到這個賬號了 如果有機會來加拿大 然後先開一個賬號 這樣是最完美的了 因為他的當配可以直接打到這個賬號裡 那開這個賬號的 就是說在銀行開賬號這個手續嗎 不麻煩 非常簡單 他來這邊作為旅遊者的話 我們需要他的護照 還有他的旅遊簽證也算是一份證件 然後再加上另外 比如說在中國他有信用卡 這個也算是他的一份證件 就可以開一個賬號了 對 是這樣 如果他是非居民 他不在加拿大 如果他要簽一些文件 就像剛才他所說 比如買賣的合約 其實你們有甚麼可以幫到他們呢 對 說回我們的律師樓 每一個律師樓不同 但我們的律師樓 就是在中國 現在有某一個大的中國城市 例如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深圳 我們也有一個叫做道理署 是一個中國的律師樓 挺大廈的 裏面有律師可以幫忙做我的代表者 即是一個代表者 當一個客戶就去這些 例如我們某一個大城市的律師樓 我們會把加拿大的文件 就輸送給這個中國的我們道理署那裡 在那裡簽 簽了之後 他們就會把這些文件探索 再電話給加拿大 再一個原本就會是職業 一天、兩天來加拿大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在加拿大一樣 簽了一些文件 可以有法律下 即是很方便 對,現在有新科技 不用再飛來加拿大 要再簽文件 對,另外我認識一些朋友 例如小朋友在加拿大讀書 那他父母可不可以授權給他們在這裡 買這些地產的物業呢 對,要看回那個年齡 一定要是18歲以上 要成人 但是如果是… 對,我們的律師樓在加拿大 就會幫他們的客戶寫 那個叫授權書 寫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電話給我們中國的律師 在中國簽了之後 然後跟著就… 好像剛才所說的 scan an email 給我們 或者carrier 那個原本給我們 那女兒收到之後 就可以用 例如好像以為 這個是投資屋 所以有一個租客 有權可以簽那些租約 那這個授權書 就可以幫到女女 例如那樣 可以簽那些租約 那樣 所以這個學生 一定要18歲以上 要成人 成人 因為他要簽名那時候 那如果不是18歲 低於18歲 就簽那些文件 就沒有效 那好像剛才呢 就是Semi剛才說的 拿這個貸款 對 他比如說像同樣的情況 他們是不是也有一個年齡的 這個限制呢 但作為非居民來講 我們比較prefer的呢 比較喜歡的顧客呢 就是在國內已經有 他自己的收入了 有自己的房產了 有自己的資產了 就是叫established client 但就像您講的就是 如果是學生在這邊 然後父母可以授權給他 但是這個房子 可以放在父母名下 那麼還是按照 父母國內的收入情況 去來做這個貸款 但是如果學生說 就是說 我爸媽想放在我的名下 那怎麼辦 對吧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可以 把這個房子的貸款 放在學生的名下 但是有一方父母呢 比如說爸爸或者媽媽呢 作為擔保人 那麼同樣也是把 國內的銀行支援信 他們的流水單 公司的流水單 然後雇佣信 也要給我們出來做審批 這樣的選擇 那麥羅斯 有沒有一些case 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快點 那我就關於一個客 我是deal with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生意人 那他因為他是一種很忙的成功人才 那他就會到處飛來飛去的 那他這個故事呢 就是他開頭 就本來在北京 我們那個律師樓那裡簽 中國律師樓簽 但是最後一分鐘之間 他就說要改變注意了 那他那個生意那裡 就要他飛去廣州的 才去廣州 那我們就說 幸好有一個律師樓 在廣州那裡 我們跟進打電話給律師那裡 說我們會有一個大的客 去簽名 那我們已經安排好時間了 最後一分鐘那裡 又是改變注意了 就說我要飛去成都了 這次 那麽難搞的這個客 沒問題 我們是有一個律師樓 在成都那裡可以幫他 那我打電話給律師 在成都那裡 就終於可以跟那個律師 在中國成都那裡簽了一些文件 將那個成交安安樂樂地去做完 那這個故事就是說 就算如果某一個大城市 我們律師樓都可以幫到你 那其實真的很方便 聽你這樣說 就是你在中國 無論你是很多不同的大城市 那你都有你自己的辦事處 那就可以直接在哪個城市 都可以找到他們簽名 就等於在你面前簽了 等於 那其實呢 如果大家是有些法律上的問題 那大家在營港網 可以直接找到歐律師 如果是貸款方面有問題 對 怎麽可以聯繫呢 Semi 對 就直接打屏幕上的 六四七八六八六三八九 這是我個人的手機 個人的直接手機 可以直接聯繫到我 那今天很感謝 就在歐律師和他的太太 Semi兩個上來跟我們說了一些 非歸民的一些地產法律 那很感謝兩位 也希望可以幫到很多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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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